我 你 我 我一夜未归 是为了找这位大夫 他能治好试亲的眼睛 许元 是个瞎子 郡主 郡主啊 他是先治好自己的眼睛吧 你不能以冒权 朕能不能行 还得试过才知道 郡主啊 这就是有天大的事啊 咱也不能先乱了自己的阵脚 是不 你看看 你这找的都什么大夫呀 他的眼睛是被权贵所害 并非是医术不好 他要是医术高明 又怎么会被权贵所害呢 定是此人吹嘘自己的医术 又医坏了病人的眼睛 才会遭到报复瞎了双眼 郡主 你还年轻 识人不清 容易被骗哪 父亲 您就让这位大夫试一试吧 好吗 郡主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想回去休息吧 这个人 我来处理就好了 父亲你也不相信我吗 郡主 你就听老爷的吧 就让他为我治吧 医者为民心之道 世青 我们对他并不了解 万一 无妨 我相信他 好吧 那 就让他试试吧 好 谢谢父亲 走 大夫 我儿眼睛如何了 小云 赶快去抓药吧 司恒 拿钱送他回去 是 管我 我以为是什么灵丹妙药呢 就是些普通药材 看不到精妙之处 却说平平无奇 这位公子 眼明心瞎 甚是可惜啊 你 站住 姐 这药方 小云 赶快抓药 娘 他就在家里面 是什么灵丹妙药呢 就在家里面 是很疯狂的